我们结婚吧 你在说什么呀 我的发音应该很标准 我说我们结婚吧 李思辰 你有病吗 你不能走 这里是一份婚前协议 我们结婚三个月 三个月后我们就离婚 到时候你可以获得一笔高傲的赔偿 你是说假结婚 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我们需要真的领证 李思辰 我觉得你不只是病 简直无可救养 顾兮兮 你必须要嫁给我 放开 邵总好 公司的团建 你应该会去吧 我去啊 您不也一起去吗 你告诉我 我们公司有哪些人去就行了 商务部的王总 策划部的金敏 还有一些我们公司 经常合作的模特 林迪啊 郑月轩 还有马克 布尔的 马克 就是那个被选为年度 一个最受女性欢迎的男模 已经去换三个 够够够了 我清楚 特别清楚 他 你就告诉我 时间地点 您好 您的快递 哦 来了 喂 您好 告诉他你是艾莉克斯的助理 婚纱已经寄给他了 问他收到了吗 你好 你可邀请我 玛丽 你收到红衣服吗 对我收到了 但是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出了点事情 所以我暂时可能 不需要这个婚纱了 我可以取消订单吗 告诉他那件婚纱是纯手工制作的 不能推款 well I'm afraid not I'm sorry 呃 那 问他什么时候能节清余款 三天之内不行的话 我们就告他为约 You must pay in three days 三天 你还真是 心狠手辣 三天内 几十万 要不 你跟艾莉克斯实话实说 把这笔订单取消了 那我在这个圈里我还怎么混啊 说不定要被人举报投诉店都没了 嗯 怎么办啊 当初就不应该铤而走险 妈妈 喂 小美啊 我想找你借点钱 无情 无义 嗯 走吧 干嘛不借 国外打来的 如果是艾莉克斯派人来催单怎么办 嗯 不行不行 那那个学长呢 要不然这样好了 我刚刚无意间听到今天是奶奶的生日 那要不陈经理帮我包起来 送给奶奶到生日里面 他好像确实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接我钱的人 是谁 对不起 您包吊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怎么没人接啊 请稍后再拨 无法接赌 对不起 黄鹿湾村十八号 应该是这儿了 您好 请问是胡师傅吗 哦 我就是 您那位 您好 我叫莫子欣 是从江北来的 听说您之前 是卡莲这个厂子的配色员 我想请您帮个忙 什么事 我想要配个卡莲五二七七的颜料 五二七七 哦 你说那个水红色是吧 呃 应该是 做不了了 厂子已经关门了 机器也卖掉了 这个你放心 厂子 机器 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只要你愿意帮我 上面怎么样了也不知道 上去看看 不行啊 我这个结果还没有找好啊 说好了跟学妹一起吃饭 现在来这儿拿了给牛奶 这太没面子了 你应该想个借口 有算了 你 你 单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这刚跟学妹吃完饭 削个十路过 牛奶 吃完饭 一杯奶 心情很愉快 怎么 没送人家学妹回家啊 进展的不顺利吗 嗯 太顺利了 你不是唱歌吗 怎么一个人下来了 里面闷的话 出来透透气 正好我准备走了 明天还有工作 正好 我车就在附近 我送你回家 你不是想一个人溜达溜达吗 我我这不是走完了吗 好 你走吧 我正好想走走 等一下 我突然又感觉我肚子有些胀气 需要再走一会儿 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啊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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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等我一下 我听思辰也说了 公司 有很多找你的 在国内 你 如果 觉得在我这儿 不太合适 可以直接去 我可没这么想 难道 难道 不是的吗 在你们的眼里面 我只是一个 不无生业 完事不共的老板 跟着我 也不会有监督 说实话 刚开始我对你是有那么一点偏见 毕竟对上总的脾气 是早有耳闻了 不过 公司的氛围很好 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比较简单 而且 你不也正在努力吗 你 说的都是真的 我只相信我自己看到的 谢谢 我 我 那个 加油 不是我 我 我 你 我 陈希薇 小姐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我不知道 你用什么方法 让埃里克斯当众说出 你是